喂 喂 喂 嗯 Hello 我们今天讲这个乐对流就是虽然我们不会讲讲那个乐对流就是我们不会讲它详细的时候你要处理一个动态乐对流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程式讲我们这边的仅仅是考虑说什么时候呢乐对流不会发生 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形成一个稳定的状态时乐对流它基本上不会因为它内部的一个流体的温度差而产生而产生它底层的和高层的流动就是流体发生互换的现象那我们要问的是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满足这件事情那所以呢我们来假设假设呢在在现在在流体里面 那如果呢它它达到某一种平衡状态时的虽然就是每一小块无限小流体它都 它都是 不会不会因为温度而改变而又说变化那我们来看探讨这两个都是无限小流体 那么他们他们是说呢在这一小块呢上面那一小块下面这一小块呢他们都有一个都有一个entropy 那上面的我们把它记住s块下面的我们把它记住s那它在它相交的那个面呢就是它的pressure就是p那这个p的话呢是上面的这个流体下面的流体共有的 然后呢如果你想想如果这两个都是小块的流体然后他们质量一样的话如果他们质量一样的话那它如果上面那个体积比较大的话那它体验上密度会比较小 所以密度比较小的话呢就会往高的地方飘那所以说呢这个 如果你希望呢它不要产生热对的话你会希望密度比较大的在下面它它它它它才不会往上飘所以呢我们来谈论它的体积体积比较大的话呢它就是就是这个我们把它记住上面的体积我们把它记住s块下面的体积呢我们把它记住s块 它们的pressure是共用的但是但是它们的entropy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呢我们希望它不要发生热对流的话它应该满足vps大于vps 这是它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来考虑这两个entropy是如何变化的话呢我们把entropy沿着z轴沿着z轴的变化量写作s'减掉s 会等于partial就是它的偏导数所以是partials partialz 然后呢再乘以z方向的差我们把它记住z这个是z方向的差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要大于0 要大于0 而且呢我们考虑这个条件就是v和v'所以v'要大于v 那我们来考虑v沿着z轴的变化那基本上就是partial v partialz 那它会等于什么呢它会等于 因为你知道它唯一有差别的就是s'和ms pressure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把它做偏导数partial v partial s 然后你乘以ds 那这边ds呢又来自于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partial s partial z 这个东西要大于0 然后呢这个v呢它是仅仅的比depend on s 还有p 那所以说现在这就是我们要满足的条件 那这个是4之1 4之1告诉我们说它应该满足这个条件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来谈论一下 懒到它这一本 懒到它这一系列的书用的是什么样的符号 就是它说的热力学量呢 是用什么样的符号 因为它有一些呢 它是比较早的书 所以它有一些符号跟现在比较不同 那我讲一下就是通常内能它 它u都是写作1 然后W W它是anthropy 所以是写作1加ps 这个是anthropy 然后CP CP就是在等压力的时候呢 它它会满足什么样的 就是每升高1度的时候 它会它的那个内能会增加多少 然后free energy它一样是f 所以它定义为1-ts 那我去看懒到的统计理学呢 它说它说它里面有一个角柱 就是说呢 它说在西方国家 在西方国家 它们会把这些free energy取一些名字 它懒到它自己有一些特别的名字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它是苏联时代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苏联时代跟西方 它门户之间比较重 所以很多苏联的科学家 他都不太喜欢跟西方就是用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有一些东西会不太一样 所以呢我们回到这里 那如果我们要满足这个 市值4-1的条件的话 那我们就要用一些乐力学 乐力学的关系式去做代化 那所以说呢 其中一个关系式呢 就是4-1下面这个 4-1下面这个 partial v partial s 等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要怎么去做 那它没有导 但是我现在可以导给你看 就是 我现在考虑就是这个定 定压的比勒的这个定义 它就是说呢 内能 内能随着 它如果内能是1的话 那它如果内能随着温度的变化 然后 所以说呢 现在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1呢 它是 它在这一个偏导数里面 它是底片两个变数 第一个呢 是p 第二个是t 那所有的 所有的 那它只要能够完全的给定t跟p 这两个变数 如果我们想要求出这个 课本上的那个关系是 那我们考虑 先考虑这个原本的定义 那这个定义 告诉我们说呢 这个东西我们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连锁 所以呢 它就变成partial 1 partial t 所以说呢 那所以说呢 在这边呢 s并不是基本变数 而是depend on t跟p的函数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做连锁率而已 所以 那 我们可以再做一次 那因为我们现在都 给定pressure是不变的 所以理论上它做连锁率 s不用做两个东西的展开 那 而且 而且你只要 你这边是对t做做pressure 所以 你其实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 如果你写成这个样子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 根据你乐力学的基本关系是 就是1 等于 -pdb 然後 再加上mute n 那其实在 在我们这本书里面 通常不会调论这个 那 如果以后有需要 你写到mute n的地方 我通常就不行 那 再来 还有一个是 tds tds 那 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式子里面 唯一用到物理的地方就是 就是 如何去定义pμ和t这个地方 那 1可能是呢 完全是vns 这三个家伙的 任意的形式的函数 那它符不符合 那它符不符合我们的物理直观 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其实这个就只不过是一个偏 偏倒数的展开而已 这边写成第一 就是这一个式子只不过是一个偏 倒数的展开 那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些东西命名为这三个东西 所以说呢 在展开这个式子的时候还没有用到太多物理 那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用这一个式子得到呢 partial 1 partial v 会等于-p -p 诸如此类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partial 1 partial s 就是t 就可以知道它这个是t 所以它就会等于partial s partial t 然后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cp 所以你把cp 除以t移到左边去 你就可以得到partial s partial t 让p不变的时候呢 会等于cp除以t 这个几乎是对的 partial s partial t 等于t除以cp 那接下来我们还需要 有了这个式子 有了这个式子 但是还不足以导出刚才那个式子 这个只是一个先备步骤而已 那有些数呢 会把这个当作 当作定 定压的 那个笔勒的 的一个定义 就是cp等于t partial s partial t 那接着呢 我们来考虑呢 partial v partial s 在p不变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的 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们要做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写成 partial v partial t 然后 然后 保持p不变 然后呢 partial v partial s partial v 保持p不变 也就是说 在这两个p不变的 都是在p不变的 这个condition之下呢 可以把上面这个东西 写作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也可以用 连锁率来导出来 比如说 partial v partial t 然后 partial t partial s 那这个东西都是对p不变 那你根据导数关系 你可以把它写成 右边这个样子 那一旦呢 你写成这个样子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刚才那 用刚才那个设计 那我们刚才这个设计 是 是什么 就是 partial s partial t 看看这边有没有 partial s partial t 有这边在这里 那partial s partial t呢 要写成什么样子 先把cp除以t 所以它就可以写成 下面是cp除以t 好 那你一下一下呢 就可以得到 得到这个设计 得到设计一 下面这个设计 好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一个设计 partial v partial s 在pressure之下 是不变的 把它带回去 带回去的话 我看一下 partial v partial s 是p 那刚好就是这个嘛 所以就是t除以cp 然后乘以partial v partial t 那这个带进去之后呢 就得到t除以cp 然后partial v partial t 然后再乘以ds 那在这个地方呢 cp还有t 它通常都是positive的 也就是说 当你 无论如何你增加能量 增加热的时候呢 它的能量一定是增加 然后 你的temperature很明显 它一定也是正数 那你就可以写错 四子四子二 可以写错四子四子二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来考虑 考虑对 不会发生这个对流的条件 也就是呢 一开始我们谈论的 s'和s 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 他说 他说还要考虑一个条件就是 大部分的东西 它在加热的时候是会膨胀的 所以说这个加热的时候会膨胀 如果有一些很奇怪的物质 那加热的时候反而会变小 那这个可能就不太容易去利用这个 比如说水它在四度的时候最大 所以你从一度开始加热的时候 反而密度不会 密度不会变小 所以说呢 我们不考虑这种奇异的物质的现象 那如果在大部分的时候 比如在水在普通的 普通的室温的时候 会发生的对流现象 那它一定呢 是随着越加热的话呢 它体积越来越淡 然后密度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partial v partial t 它在固定外界的压力的时候 它是大于零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大于零的话呢 那我们就知道说呢 它一定要满足说 随着高度越来越高 那它的entropy 也要越来越大 越高的地方 如果entropy越大的话呢 那就可以保证 不会发生对流的这件事情 不会发生对流 那我们来考虑呢 这个东西再去做展开 dstt 那你就直接做连锁率 先对t 还有听作p 那这个只不过是对连锁率的展开而已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考虑 左边这个 cp除以t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导过的式子 那右边这个呢 这右边这个是 partial s partial p 这个这个是所谓的maxwell relationship maxwell relationship maxwell relationship 我插这个 partial s partial p partial s partial p 在t之下不变的话呢 它会等于 它会等于负的 partial v partial t 它在p之下不变 这个东西是所谓的maxwell relationship 那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 它是从 它是从 就是 微分的顺序不影响 不影响 通常对大部分的函数来说 微分的顺序是不影响 它微分的结果的 所以说呢 我们来考虑 考虑 考虑 就是 考虑 从一开始u u 那你可以做一个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那我们之前做过的u 它是 我们现在不考虑任何跟 分子数目有关的 跟分子数目有关的 跟分子数目有关的变数 所以说呢 它现在仅仅会 depend on v 还有 它的entropy s 那你把这个 做展开 这个1 就会等于u 所以说你把它做展开的话呢 它会变成du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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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dv 然后加tds 这个是最基本的热力学范子 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个东西去做 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regional transformation 那它做了之后呢 譬如说我们可以先对 对E去做transformation 它就变成entropyw 那它w呢 就会变成partial u partial v 然后v 那partial u partial v 它就是-p 所以它这个就等于u加pv 好 那我们再做一次的genital transformation 这一次呢 我们注意到w呢 它已经做了一个变数代化了 那它这一次呢 w呢 会由原本的v跟s的这两个变数 变成新的变数 也就是partial u 除以partial v 这一个新的变数 那这个新的变数 当然就是p 那它会递变成p 还有s这两个 那现在w呢 我们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了 genital transformation 那这一次我们对s 做一次了genital transformation 那它就会变成了 partial w partial s 然后s 那这个东西很明显就是t 所以说这个就是w-ts 那你在综合上面这个东西去看的话 它就会变成 这个第二次做了genital transformation 我们把它定为g 那这个g呢 它就变成u-ts 加pv 这个应该叫gips free energy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要怎么求出它的偏导数 那我们就两边去d 那这边左边是dg 那右边呢 所以dg 会减掉t-s 然后减掉s-t g等于 这个加u 所以dg 会等于 d-s-s-t 然后加p-v 然后 加v-p 然后再加du 那你注意到d-u会是什么东西呢 d-u它就会等于 d-u d-u 就会等于 p-v -s-t 所以说这个东西刚好可以跟前面两个东西消掉 然后呢 p-v 也可以跟它消掉 所以剩下的话会变成-t-s 还有v-p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首先 g g 它对s的编导数 然后呢 p不变 它会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t 然后同理呢 它对p的编导数 就会等于v 所以说呢 我们先把g 对s做一次编导数 接着我们再对p做一次编导数 那这个东西呢 理论上呢 应该会等于 先对p做一次编导数 它就变v 然后呢 再对s做一次编导数 然后这个地方要让p不变 这个地方 第二次的走 左边的话第二次就是让s不变 所以说呢 由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立刻得到mixware relationship 再来到课本 就是右边这个式字 partial也是partialp 保持t不变 会等于- partialv 除以partialt 保持p不变 所以说呢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式子 得到这个式子 得到这个式子 然后呢 我们回到之前 再讲关于流体内的压力 他说他dp dz 会是怎么样 dp dz呢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 他会跟着这个柱子里面的rho有关 所以是rho dz 会等于dp dp的话 越上面应该是越小 所以应该是负的 所以rho dz 再除掉d a 他就变成dt 那这个rho的话呢 又等于 在这边又等于v分之1 就是specific volume分之1 那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得到说 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他这个g g是 对我们要乘以g 才会有 他才会是l 所以说再乘一个g 所以他就变成这个东西 也负g除以b 那你把它带回去呢 我们就得到 四值四值四 part 9t 除以part 9t 等于这右边一串 得到这个右边一串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目前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 需要让 他内部流动稳定 不因为温度而产生 热对流的现象 所必须要满足的 的支架条件 那如果这个满足的话 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个特例 什么样的特例 就是当他是 当他是理想气体的时候 那我们来考虑理想气体 如果他是理想的气体的话 他自然就会满足理想气体方程式 也就是pv等于nkt 如果他满足理想气体方程式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 那个partial v partial t p不变之下 会 你就把会是什么呢 就是把p移过来 所以p移过来之后 会变成这个 然后nk就是阐述 所以nk留在上面 然后你直接对t做偏微分 那p就不见了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你再把这个东西 再把这个东西去乘以 乘以那个t除以v t除以v 那t除以v是什么呢 t除以v就是这个东西就会等于 t除以v就会等于nk除以v p除以nk嘛 所以就是p除以nk 所以刚好呢 这两个就会消掉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变成1 所以说 这课本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说仅仅对于理想气体这个东西的特例 它会满足这一个反正式 然后我们再把它带回原本的式子 4-4 原本的式子4-4 就可以 就可以到4-5 4-5 我们看一下t除以v在这里 然后partial t除以v V partial t在这里 所以这一串东西它是1 然后它会变成-g除以cp 刚好就是这个 它就变成4-5 那也就是说呢 那如果你是满足理想气体反正式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可以 最简单的就是气体 那种空气的热对流 那如果它是非常进次的满足理想气体的关系式的话 那就可以得到4-5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也就是说呢 温度呢随着Z的变化是什么样 是月道上面是 月道上面是逐渐的 感觉是逐渐的下降 T 理论上上面的东西应该比较热 下面的东西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上面要比较热 那这样是 它该不会是把Z放在下面 就是Z射到下面 总之4-5就是 就是在理想气体的特例 好 那 我们接下来去讲 上次没有讲到的就是 The momentum flux 就是 momentum flux 它相对来说 比起 比起那个 比起能量要好 要好倒一点 那 那我这边会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先给你一个直观说 为什么momentum flux 也要长成这个样子 但是呢 你现在想 在之前我们考虑能量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能量的flux 能量的flux 觉得它可以满足 能量的密度 对时间去做偏导数 再加上 这个 它对 能量的密度 它的 它的divergence 会等于0 它会满足连续反而是 可是呢 现在 现在你现在是要考虑 动量 动量的守恒 但动量的守恒呢 它其实是有三个分量 就是p1 p2 和p3 那你会说呢 现在这样的样子呢 到底还能不能够写成 像上面这一个 上面这一个连续的 就是 上面这一个连续反而是 那 虽然可以 但是呢 这个地方我们要 要做一点更动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从 我们可以 它写成三个连续反而是 第一个呢 就是p1 p1 会等于 这个 j1 会等于0 然后呢 以及p2 还有j2 p3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三种不同的 三种不同的这个 动量的密度 才能去描述动量的守恒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 j1它有三个数字 j2它有三个数字 j3有三个数字 那 也就是说实际上 如果我们想要满足 任何形式的 任何形式的 沾量 对不对 任何形式的那个 动量的 的守恒的话呢 我们至少需要 三个东西 三个像量 才能描述 那三个像量呢 每一个是有三个数字 所以总共要九个数字 才能描述这件事情 那九个数字呢 如果你把它写成 矩阵的形式的话呢 那j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j1 j2 j3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这一串呢 就代表 第一行 第一行呢 就是j1 第二行就是j2 第三行就是j3 然后呢 你要把它做divergence 那divergence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divergence的方法呢 就是 如果你只有一个的话 你只看这个j1的话 那它就是这个东西 按j1去做j1 这个vector去做 去做内积 所以说呢 它是partial1 j1的第一个分量 partial2 j2的第二个分量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改成 对这个三乘三日矩阵去做的话呢 它会变成 它会变成divergencej1 divergencej2 divergencej3 嗯 这三个横的一排 那这个东西呢 理论上要等于 横的p1 还有p2 还有p3 那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的就是要问说 要怎么去导出这个p1 p2 还有p3的形式 那到现在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先考虑它最简单的一种想法 那我们来考虑在空间中的任何一个控制体积 这控制体积 那取个名字好了 取个名字 叫 好叫s好了 那它的边界就是partials 所以呢 我们考虑这个控制体积的话呢 我们会想知道说 在这个小小的面积 到底 每单位时间跑出去的动量是怎么样的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外围的边界的每一个点呢 都有一个外力去作用 最简单的外力就是p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讨论 讨论 那个重力 去对它做的外力 那我们现在 现在先不考虑好了 那如果你不考虑重力 对它做的外力的话呢 那很明显 它所说的 就是在这个小面积 小面积 小面积 那我们之前说到它是n 这个东西可以定义为d a的vector 好 这个东西它 它的方向就是p的方向 可是呢p一定是把它往内压嘛 所以说呢p它的p乘以d a的话是力的大小 而它的方向呢是n head n head 然后是负的 因为是往内 所以呢它总共在这个表面积所收到外力 就是p da 负的 这个就是在那个小面积所收到外力f 它是来自于p 所以我在那边写一个小标就是p 那接着呢我们如果在每一单位时间呢 从小小的面积有露出去质量的话呢 那连带的话呢 它的那个 它的动量也会跟着那一 那流出去的这一块 被一起带出去 那我们现在问的问题是呢 它到底会每一单位时间呢 会带出去多少的动量 会带出去多少的动量 那一样我们就考虑这个小小的d 小小的d 但是呢它的质量 因为它是斜着出去的 它不一定是垂直于n的这个反向 射出去 所以说呢 它这边会有一个角度theta 所以说它每单位跑出去的质量 会等于n 那个n和v的之间的夹角 口在theta 再乘以vdt 这是每单位时间跑出去的质量 再乘以r 会等于每单位时间跑出去的质量 但是呢这个跑出去的质量呢 又攜带的动量 它攜带的动量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v 所以说呢 每单位时间跑出去的动量dp 当然就等于v 再乘以dm 然后呢 所以说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东西再把它带回来 你就知道说呢 每单位时间从那一个小面积 露出去的动量 就会等于vdm 然后要加负还 因为是减少 减少的动量 所以说它会变成vdm 然后就会等于 所以负的vdm 就等于负l cosdvdm 然后 再乘以dm 还要乘以dm 才会变成tg 所以说 然后dm我们要把它消掉了 所以就变成vdm 这个就是每单位时间从那小块所露出去的动量 就是这个vdm dm –dm WiFi dm 然後 你还要乘以v 所以现在在乘以v 我们现在呢 以它的分量来看 以它的分量来看呢 就是b-1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东西的第一个分量 或者说你把1 supermarket 你把这个单位下面 Stro Danger inevitable 跟右边这个东西去做 那它会变成什么呢 它会变成v1 V1乘以Row然后DA at V 那你会希望说呢 这个东西你现在就跟之前推导能量的推导的时候是很像 就是说呢 你希望它是一个什么东西跟DA的内积 那你会现在发现它是 它如果是对第一个的话 它当然就是V1乘以Row 然后对谁的内积呢 对DA这参与V对DA内积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理论上应该就是J1 这个东西理论上就是J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课本 课本它应该最后也写出一个关于J1的形式 它就是两个V乘起来然后再乘一个Row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告诉我们的是说 每单位时间J1Row出去了应该是多少 然后呢接着呢我们一样可以写出 在第二个方向 它会变成这样 然后第三个方向 以此类推 那你就可以把J1J2J3写下来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把它跟压力 跟压力有关的地方写下来 那么回过头来看原本的压力所造成的动量 那压力所造成的动量变化呢 就是P-A嘛 那它是P-A的话是DF 但是P-A你还要再乘以DT 因为这个是Z 然后你这个DF再乘以DT 就是呢在这一小块所造成的单位时间内 单位时间内把它传进去的动量是多少 就是P-A 这边应该没有复好 因为它是传进去的力嘛 所以P如果是正的话 DA是正的话 那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P乘以DF P-A再乘以DT 这个东西就等于每秒钟传进去的动量 P-A乘以DT 那反过来说 从这一小块 因为压力而跑进去的动量 就仅仅的是P-A 那你会说 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啊 因为呢 你还要考虑它那个东西 这个嘛 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跟D-A去做 去做内积呢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它其实特别的简单 P-A 去做内积的话呢 它是什么 它就是P乘以D-A1嘛 然后P除以D-A2 然后P除以加D-A3 它出来的向量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说如果你要把它写成 跟D-A的内积的话 当然是写成P P P 还有D-A1 一直到D-A3 这个东西的内积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那它当然就是把这个提出来的话呢 就是P乘以横的1 1 1 好 那我们回到这边呢 我们会发现呢 J2这个地方呢 它如果要贡献到呢 可以 所以这个东西要去跟D-A去做内积之后 会得到P1的变化链 但是你还少加了一个P 要去跟D-A1去做乘法 所以说你这边还要再补一个P 所以这边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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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就把三个方向的J都写出来了 那如果呢 我们把J1 J2 J3呢 这个地方呢 写作一个矩阵 或者说写作一个二阶沾量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J1 它的D-J个分量 也就是说从上面数过来的D-J个分量 通常我们是以 以横 是以什么 横的为I 直的为J 这个地方 其实其实这个在物理上 没有差别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管理 那它的差别就是 如果你把I弄 就是 这个I是这个 然后J是往下 那那就没错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定义为Pi-I-J 也就是这个矩阵的分量呢 要变成Pi-I-J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写作 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这个 那我们就会发现呢 如果要把Pi-J的分量写出来 要写成什么样 那我们就是这个东西的J分量 那这个I的话 我们就把I弄进去 所以说呢 它的分量是什么 就是P 它的J分量就是P减掉 DG的分量 所以是VI的DG的分量 所以当然就是VJ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弄掉 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擦掉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是Pi-I-J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写作Pi-I-J 这一场创可以写作Pi-I-J 在对角线圆的地方 因为它是Pe-Da 然后Pe-A1 然后Pe-Da2 Pe-Da3 所以说你最后写成分量 就是一个对角线的P 它那个 因为你在考虑A1的时候 他只会P只会跟D P只会跟 你在考虑这一串的时候 P只会出现在第一行 因为它要跟DL1去做那一集 它会贡献到第一个分量 其他两个的话它都不会贡献到 因为你只考虑第一个分量的动量 所以说这个地方它就会变成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矩阵写下来的话 它会写成什么样子 会先写成对角线的EEE 再减掉我们刚才的分量 这个的分量会变成RhoEIEJ 那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熟悉 这个东西至少在两个地方有出现 第一个就是在转动惯量的公司里面 有非常类似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在我们在讨论电磁学 电磁学的时候 在Energy Momentum Tensor的时候 也会考虑类似的东西 所以说比如说这个EEE的话 是PV1 PEV1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把这个东西写下来 那现在我要再介绍另外一个写法 有些书会把它叫做并向量的写法 或者呢 其实它本质上就是Tensor Product的写法 那我想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学过 有没有学过Tensor Product 如果有学过就举一下手 没学过 没学过 其他人有学过吗 如果没学过就举手啦 因为有学过的人应该不 至少有一个人没学过 那我们来看看 那那有没有学过量的义学里面的 Dilog Symbol 就是Dilog Bracket 没学过举手啦 老摩没说 老摩没说的是Tensor Product呢 还是Bracket 我好像都有听过 都没有特别学过 就是说你们修过量子 大三的量子力学呢 没有修过研究所是不是 研究所没有 研究所没有 那它没有用到Bracket的符号 这样也可以上量子力学 好那没关系 我可以介绍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 任何一个向量空间的向量 那通常呢 我们譬如说在R2上面 在R2上面 那它的向量呢 它基底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10或者01 那物理学家喜欢的写法呢 是把这个东西写作 写作一个像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假如这是1号 这是1号 反正我们这是2号 那这个东西和这两个东西 完全是等价的 也就是说呢 上面这个东西 和下面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会等于这个 这个东西和这个 那这个1号2 只不过是代表 那个第几个 第几个那个 第几个那个 basis而已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非常好理解 有 所以这个东西也可以写成1号 和1号 所以说这三种写法呢 上面的这种写法呢 这三种写法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明白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们就来考虑 它的什么叫做dual vector 那它的dual vector很简单 那就是把它转置 所以说10的话呢 就变成横的10 然后01的话呢 就变成横的01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去介绍它的内积 那10还有10的内积 自然会等于1 然后反过来说呢 10还有01的内积 就变成0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的时候呢 对rn的这个向量呢 dn的正交的向量呢 它delta ij出来呢 它会变成deltaij 那这边deltaij是 是那个 Direct的不是 Chronic的delta symbol 那就是说 i跟j不等于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0 等于的时候就会变成1 那就是最简单的 那这个i的话就把它代表转置 ij的话就代表这两个东西的内积 那如果你是在complex的限量空间上面的话呢 那你前面的话呢 要加一个bar 前面要加一个bar 这样子才会变elect 那物理学家通常是把前面加bar 那有些数学家比较喜欢把后面加bar 那因为在量子地区 我们都习惯是把前面加bar 所以说呢 通常我们就把前面加bar 那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话呢 通常只是在讨论时数空间里面的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考虑说 有没有加bar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很好理解的一个符号 那有了这个符号呢 用完了 清除 那现在呢 有了这个符号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般的矩阵应该怎么写 那我们现在譬如说 假装有这个 这个矩阵 这个矩阵呢 它是怎么样 它很明显的是把1这个vector持进去 然后它输出的是什么呢 当然还是1这个vector 然后呢 它输入2的这个vector进去呢 它输出的是0 所以第二排就是它第二个vector输进去 然后输出来的东西 第三排的话也是0 所以说呢 这个限量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像这样的形式 那这样的形式是什么呢 这样的形式呢 就是 就是 就是意思是说呢 我们可以把右边的这个东西跟刚才一样 跟它做内积 这是要输入1的时候的情形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1 所以输出就变成1 那反过来说呢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这边是输入2的话呢 2和1的内积是0 所以输出来的呢就是1 那所以说 我们可以呢 考虑说 考虑说呢 如果你这个这个要怎么写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三个东西的相加 加1 1 加2 2 加3 3 所以这样非常好理解 那你输入1的话 这个会出现1 剩下两个都是0 那输入2的话 这个输入2的话 这个输入会变回2 然后这两个都是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identity matrix 所以呢 这个符号就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那有了这个符号呢 我们数学家呢 比较喜欢用另外一种符号 那就是说呢 假装呢 你对任何一个基底 你的基底通常是写作下标 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那如果呢 它是对有基底的话呢 那通常写成上标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写成这个 所以说我们刚才这个符号 i 有时候呢 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东西是说 ei它会吃掉 吃掉后面那个家伙 那这个顺序其实没关系 所以你这个东西也可以写成这样一个 比如说上标的东西呢 是所有的对偶记忆体 那对偶记忆体也会吃掉 普通的记忆体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对应到这个东西 它会吃掉输入的基底 那输入之后呢 输出这个下标 下标是普通的基底 那在这两个 这个符号和这个符号呢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数学数 比较喜欢用这个 物理学家常常会用这个 那其次呢 Delog符号呢 在量子力学里面可以提供 非常大的优越性 因为呢通常呢 我们 譬如说我们在有线维的向量空间里面 那它的vector长度 它vector长度都是有线的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无线维的向量空间 经常我们会遇到长度是无限大的限量 长度是无限大的限量 那这个时候呢 Delog符号会提供非常优美的符号 可以去帮助我们做基底转换 那在做复利的转换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到Delog符号 那所以说呢 我们回到刚才的 刚才的这个符号 那我们要怎么用Delog符号呢 把它写出来呢 那这个东西很明显的 它就会变成1 1加2加33这三个东西 所以就把p乘在前面就好了 那右边的这个呢 它会变成vi和vj 所以它会变成ij 这个是这样 然后再次 就是你在ij的分量 然后它会变成vi vj 这个是基底 这个是ij的那个地方的基底 那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数字 vi乘以vj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 做一个做一个分配 就是约成这样 按这样 那你注意到 我们这边是使用 Einstein的散明选符号 也就是说这个j是stunover 没有没有 这边没有要散明选符号 它这边就只是dj和ddi而已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分配成这两个东西的product 我这边写放了 应该是这样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右边这个家伙就可以 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写作v这个vector 那这个东西呢可以写作j的对偶vector 所以说呢你这个东西 因为你这个东西 你把123带入这个i 以及123带入这个j 然后你把它乘起来的话 刚好会有九个东西嘛 那这九个东西刚好就布满了 这就三乘三的矩阵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非常优美的符号 可以把呢刚才那个刚才那个写出来 那就他就也就是说呢 我们它会等于p 那个我们的py会等于p再加上v 就这么简单 再乘以l 有没有减法 应该有吧 有减法 所以加个减法 所以呢有一个非常优美的形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是减法 这样子 那有些书 有些书会写成这样子 然后你 你会想说 向量怎么可以做相乘 它其实不是相乘 它是在做天使的product 其实这个地方呢 更严谨 这边应该加一个信号 信号就是对偶向量的意思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它可以写成 Pi会等于这个 那Pi它是一个tensor 这是tensor的符号 所以说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 我这边白板已经满了 所以我换一个新的白板 然后就休息十分钟 然后接下来呢 十分钟后呢 我们就来讲 它懒到它是怎么用 直接从连续方程式去导出 这个tensorPro 那个energy momentum 应该说是momentum tensor 如果你考虑相对论性的流体比较的时候呢 会考虑energy momentum tensor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会再次的跟电子学术比对 那电子学里面呢 你会说为什么电子学里面的东西 的energy momentum tensor 跟这个地方的momentum tensor 会那么相像呢 因为它其实呢 其实energy momentum tensor 可以定义在任何形式 分布于空间中的场 也就是古典产论 对任何的古典 只要是lagrangian phone的古典产论 都可以写 都可以有一个通式去写出 energy momentum tensor 或者momentum tensor 那在相对论形形的时候 energy跟momentum是分不开的 所以一定要写在一起 那如果我们后面讲到 相对论性的时候 相对的性的流体学的时候 我们会再回来谈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十分钟 那有问题就问 好 谢谢大家